继续来关注上海车展 搭载自动驾驶配置的车辆 在上海车展纷纷亮相 在这背后离不开各大车企 及相关科技企业不断的技术创新 那么目前自动驾驶行业 正处于什么阶段 我们一起去看看 在广州南沙区 一支自动驾驶车队 正在进行常态化试运行的路测 从2018年开始 这支车队每天要路测近15个小时 目前在全球的路测总里程 超过500万公里 我们认为自动驾驶的上半场 其实已经是结束了的 我们正在迈入自动驾驶的下半场 那么所谓的下半场 我们讲的更多是说 从这个研发 技术的研发 逐步走向真正的 规模化的一个测试运营 落地这样的一个阶段 技术的迭代 性能的提升 以及激光雷达等 相关传感器成本的下降 都为自动驾驶 实现规模化生产运营 提供了先行条件 从今年2月开始 这家自动驾驶公司对外宣布 首批搭载其最新一代系统的 自动驾驶汽车 从标准化产线正式下线 生产效率上面来去讲的话 我们现在的这个效率 比我们之前是有 接近10倍的一个提升 总的这一个零部件的数量 其实降了90% 随着这一个整个汽车生态链 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话 我相信传感器的成本 其实是可以持续的下降 自动驾驶赛道的新玩家 也在不断入局 4月17号 首款搭载华为高阶自动驾驶的 量产车型 吉胡Alpha S上市 预计今年11至12月份交付 与此同时 大疆也正式推出旗下 智能驾驶业务品牌 大疆车载 成为百度 华为 小米 滴滴之后 又一家进入自动驾驶 汽车领域的科技公司 单是人力成本 那么就有万一级别的 以上市场空间 那更不用说 它带来很多的新的市场 比如说智能网联 包括说共享出行 还有其他的共享娱乐 这些新的市场空间 那么每个市场空间的话 对应的都是 几千亿乃至万一市场空间 那么所以的话 各个巨头的话 都纷纷进入了这个市场 而在国外市场 去年6月 亚马逊宣布收购 自动驾驶公司ZOOX 总支出 据估计达到13亿美元 今年4月 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 宣布投资 通用汽车旗下的 自动驾驶公司Cruise Cruise表示 在沃尔玛和一些 其他机构投资者加入后 此前公布的 20亿美元的融资规模 扩大到27.5亿美元 这次融资的参与方中 也包括微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